各位觀眾朋友們大家好 大家早安 今天台灣各地大致上是屬於多雲稻晴的天氣 不過還是要留意山區 可能今天還是會有午後雷震雨發展 而且在溫度的部分的話 都會屬於高溫炎熱的天氣狀況 首先我們先從雲圖上來看台灣附近的天氣情形 首先我們從雲圖上看台灣附近 其實雲量是比較少 是相對比較穩定的一個天氣狀況 不過在日本的九州南方海面這一個區域 其實是今年第10號颱風山山 它距離台灣的大概是有1000公里左右的一個距離 所以對台灣不會有什麼直接的影響 不過要留意從明天開始 可能會台灣附近帶來長浪的現象 那山山颱風未來的路徑的話 我們從動態所為大家說明 那目前的話它可能會是以比較偏北的一個方向 往九州這個地方行進 那大概是在29號之後 慢慢的轉東的分量會增加 間接會影響到日本的關東關西這個區域的天氣 所以說這個颱風未來的路徑都會影響日本為主 所以提醒大家在未來或是現在在日本當地的朋友們 一定要多加留意颱風的動態 還有所帶來的降雨情況 那我們再回到雲圖的部分 我們可以看到在華南華中這個區塊 也是一個大低壓帶的一個位置 隨著山山颱風慢慢的往北移動之後 這個低壓會漸漸的往南為台灣附近帶來水氣 所以從今天晚上開始 台灣附近的水氣也會變得比較多 到了30號之前 其實台灣附近的降雨 尤其是午後的區域會稍微比較廣泛一些 不過31號之後隨著太平洋高壓增強 台灣附近雖然吹的是西南風 不過水氣量是逐漸的減少 所以我們從定量降水預報圖上來看 首先今天其實午後耗發的位置 還是以山區為主 不過從今天晚上開始 隨著北邊這個地壓帶的水氣越來越多了 在西半部地區都要留意會有一些局部性的短暫鎮雨 那到了29號30號是未來這一週水氣最多的兩天 除了在清晨西半部都有一些降雨之外 中午過後的午後降雨的範圍會比較大 而且容易出現局部性的大雨 那到了31號之後 太平洋高壓是逐漸的增強 水氣是慢慢的減少 不過因為環境比較偏向西南風 到30號之後 還是要留意在中南部地區的清晨 還是會有零星飄雨的狀況 那31號 1號主要的午後降雨以西半部地區 跟東半部的山區為主 還是要留意會有局部性的較大雨 是喔 那2號之後呢 整體午後的範圍會限縮到只有山區 所以整體而言 其實天氣是慢慢的會回穩的一個狀況 另外要提醒 目前因為低壓的位置離馬祖比較近 所以在30號之前呢 馬祖地區都要留意可能會有局部性的震雨 甚至會有雷的現象出現喔 請馬祖的朋友一定要多加留意 那另外一個需要注意的是今天的高溫了 今天是未來一周溫度 最明顯的一天喔 未來一周雖然各地普遍是33到35度 不過我們可以從圖中看到今天 在新竹以北地區溫度可能會稍微比較高 尤其是大台北容易出現局部37度左右的一個溫度喔 我們也提醒在彰化以北 南部地區 東半部地區 今天可能會出現局部36度的高溫 提醒大家今天外出一定要多喝水 注意防曬多補充水分 那最後再重結總結喔 近期還是以夏季的天氣為主 以午後雷震雨的天氣為主體 要留意可能會有強降雨的狀況喔 另外在清晨至上午 可能要留意在西半部地區 會有零星飄雨的情形 另外夜晚至清晨的馬祖 還有金門可能都容易出現局部霧的狀況 另外北海岸 東北部跟東部的沿海 容易會有長浪 尤其是後天到大後天這兩天 可能要留意會有長浪的情形 另外藍與綠島容易出現比較強的陣風 海上活動一定要多加注意安全 以上是本期的天氣說明提供給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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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